小羊点心铺开饭啰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6篇第11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亲爱的小朋友 应该没有人喜欢愁眉苦脸 一生的压力跟难题吧 如果能够总是很快乐 一直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很棒呢 其实天父也喜欢我们 总是欢喜快乐 所以祂是喜乐的泉源 要给我们不会耗尽 用光的开心快乐 只要来到祂的面前 专心走在祂所赐的生命道路上 就能够找到从祂而来永远的福乐哦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在诗篇16篇11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让我们再念一次 诗篇16篇11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愿走在祢生命的道路上 请祢指示我 引导我 好叫我充满 从祢而来满足的喜乐 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